上个星期有一条新闻非常非常吸引大家的眼球 加拿大研发出新冠药物病毒两天内消失 重症患者痊愈免疫 新闻里还说这个药物是位于温哥华的UBC大学的一位教授 他研发的 因为UBC也是我的母校 所以有好几个朋友给我发微信来问 这个消息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大家好,我是点点,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到底能信谁,信多少,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 最近我在读Hector McDonnell的一本书叫做Truth 国内翻成后真相时代 正好我就结合加拿大新药这个例子 来给大家做一个读书分享吧 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案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在2010年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在全球范围之内做了一项调查 是关于诱拐儿童的 在世界上哪个国家诱拐儿童发生的频率最高呢 调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居然是加拿大和芬兰这两个国家 我看书看到这儿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能呢 我在加拿大住了20多年 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新闻 从来就没有 但是这个数据又真真实实的摆在我们面前 据这个组织说 所有的数据都是这些国家自己提供的 它不可能黑自己吧 所以我们就很奇怪 这是事实吗 如果是的话 那么以前我们都被蒙蔽了吗 原来加拿大和芬兰是这样两个安全感极低的国家吗 这跟我们的印象完全不符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一细问才发现 哦 原来国家和国家之间对于诱拐儿童的定义很不一样 在加拿大和芬兰 人们把一对夫妻离婚以后 一方没有经过另一方同意 把孩子带走这样的情况 也算作诱拐 这跟我们脑子里想的啊 孩子被拐了 卖到穷山沟里的那种诱拐 是天壤之别 但是如果他们连这个都算作诱拐的话 那么加拿大和芬兰诱拐人数 这个案子的发生比例当然就高 在这个例子里 没有人造谣 也没有人欺骗 大家都是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的把数据交上去 然后用科学的态度做出这样一个分析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但是为什么结这个结论如此的荒谬呢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对一件事情的定义 有误差 这个概念就是我在这本书里学到的第一个 特别有用的概念 也是我记住的两个概念之一 叫做定义误差 这种在定义上有误差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哈 今年是2020年 在今年年初一月份呢 我曾和我自己的一个朋友 他在国内起了一番争执 在那段时间 美国CDC的数据表明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 美国的流感感染人数有五六百万人 死亡呢也有四五万人 我这个朋友就认为他抓住了把柄 死了这么多人 那么肯定新冠是去年冬天就已经在美国流行了 现在让我们中国背锅啊 没门 我就跟他解释啊 我说你去查查CDC这几年的数据 好好看一看 其实美国这几年 每年的流感住院人数 死亡人数 大概都是这个级别的 去年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他就死活理解不了 为什么一个流感可能会死好几万人 因为这在中国首先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第二个大家也从来都不觉得说有谁死于流感 这里就牵扯到一个定义误差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呢对于死于流感这个定义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国如果一个老头犯了心脏病 但是呢他这个开始是由流感引起的 他的心脏病 那么他如果去世的话 他的病因是既是心脏病也是流感 你用这两个keyword都可以查到 那么如果同样的情况放在中国的话 这个老头应该他的病因就只写着心脏病 而不会写着死于流感 我的这个朋友用中国的定义来看美国的数据 然后在这个所谓的铁的事实上 得出他自己的结论 认为自己看到了事情的真相 我想像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周围肯定有很多很多 不止他一个 绕了这么一大圈 我们居然还没有开始说加拿大新药呢 抱歉抱歉 我马上就说 刚才我也提到了 读后真相时代呢 我一共就记住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定义误差 另外一个叫做竞争性真相 我们下面就结合几个加拿大新药来讲 什么叫做竞争性真相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内的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件事的 题目是 加拿大研发出新冠药物 病毒两天内消失 重症患者痊愈免疫 看一下这里面几个关键词 第一研发出 第二 加拿大BC省大学的一位教授发明了COVID-19的新药 我们记住啊 他是说UBC的一位教授发明了这个新药 第三个关键词 病毒两天内消失 重症患者痊愈免疫 这个就给人的感觉是 吃了两天之后就好了 就可以出院了 我们看看 这个原来报道这篇文章的Global News 他原文是怎么写的 这是加拿大Global News翻成环球时报的原文 原文的标题是 UBC教授利用SARS的知识呢 来研发COVID-19的药物 你看他这里面并没有说他已经研发出来了 对吧 环球时报这篇新闻给我一个印象 好像是这个研发是由这位UBC的教授主持的 而且还提到他发表了论文关于这个研究 发表了论文在柳叶刀上 9月24号 我特地跑到柳叶刀的网站上去看 9月24号的确有这样一篇论文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位教授的名字居然是排在了十几位教授的最后 可见这位教授只不过是论文的众多参与者之一 在新闻里提到 他的论文已经被发表在柳叶刀的杂志上 好像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说 这个研究成果在业内已经得到了认可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发现 其实是有水分的 我同时还查了一些其他的网站 像CNNCBCCTV 都没有发现跟这个研究有关的什么消息或者是新闻 我把这篇论文的连接放在说明区里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去看一下 论文里的确提到了一位45岁的女病人 在服用了这个新的药物叫做APN01以后呢 两天之内各项指标有了明显的好转 同时也提到这位女病人连续服药了14天 并且在第57天才出了院 而环球时报这些可都没提 它只是说两天之内病毒从血液中消失 而且血液中居然有了抗体 而且她现在已经回家了 这当然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一个药 的确是神药 中国媒体基于Global News的这样的报道呢 可能再往前夸大一步 直接就说加拿大的新药已经研发出来了 把国内那些正在研发疫苗的公司 下了个半死 其实这个药物只不过处于临床实验的 第二期到第三期阶段之间 虽然刚才有一个女性患者 这个临床表现很好 但是更多的患者 大概全世界各地还有200多名吧 这些患者的实验结果还没有出来 要等到11月可能才有数据 但是这部分信息被环球时报放在了新闻的最最最最最后面 基本上是最后一行 那么国内的翻译呢 有的还是比较比较诚实的 也是放在最后面 有的干脆就不说了 在微信中大家一截图 这部分信息自然就不会被显示 因为它截图一般都是显示这个文章的最上面这些东西 所以就造成了你看信息一步一步的被筛选 这就叫做竞争性事实 把只对自己有利的 让自己情绪高涨和自己信念一致的这些信息提炼出来 然后加以放大 好时间不多了 我来总结一下两个概念 定义误差和竞争性事实 如果把这两个概念相辅相成结合着一起用 那效果更是指数级的增长 这几天川普确认得了新冠肺炎 有很多新闻报道说中国人普天同庆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那么最后我想说什么 到底什么是真相呢 我觉得真相其实就是虾子摸象里的那头大象 我们不过是一群虾子 真正的真相很难被获得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放弃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东西 去无限的接近真相的 首先我们要促使自己不断的去了解 掌握各方面的信息 避免掉入定义误差和竞争性事实这两个坑里 第二多和别人交流 如果你摸到一个柱子 我摸到一个绳子 你没有理由嘲笑我 我也没有资格看不起你 大家能够心平气和的交流信息是非常有用的 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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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